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金金 我可以怼天发誓 我一定不会 秦奔这番保证的话 张凡又怎么可能会相信呢 也不合得废话 一把夺过招魂铃 一脚狠狠地踹在了秦奔的腹部 秦奔粗不及防 身体轻刻肩倒飞 重重地砸在了墙壁上 在这巨大无比的撞击力道之下 他脊背上的肥肉瞬间裂开了一道大口子 鲜血从肥肉里面渗出来 染红了他的衣衫 与此同时 大量污气从其体内泄出 张凡刚才那一脚不仅是动用了真气 也动用了相簿之气 崩碎了秦奔的经脉 还有翘血 此刻的秦奔算是彻底失去了抵抗能力 秦奔强忍后背和体内传出的剧烈痛苦 挣扎着爬起身来 愤怒地盯着张凡 这时候 李亚文和李大山也从二楼走了下来 看到此时秦奔这副惨烈的模样 李亚文和李大山的脸上同时都浮现出了一抹轻松 功夫不负有心人的 终于是把秦奔给制服了 张凡顺势把手中的招魂铃丢给李亚文 然后缓步到了秦奔的面前 将心中的疑惑说了出来 你对我们早已起了杀心 可为何迟迟不曾动手 哼 你又不肯放过我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秦奔一声冷笑 下一刻 身体宛若是冲了气的皮球一样 迅速涨大 张凡和李亚文反应过来 正要出手阻拦 只听到砰的一声闷响 秦奔的身体化作了漫天血肉 一句尸身而已 给了你们又能如何 爆炸声响起的同时 整个房间之内回荡着秦奔的声音 本来红色的血肉彻底爆碎以后 全都变成了绿色的枝叶 枝叶之上散发着腐肉的味道 秦奔的尸体爆炸 虽然并没有什么大的杀伤力 却是足够恶心 三人的胃力不禁地再次翻江倒海起来 而这也正是秦奔的目的 纵然对于你们造不成什么伤害 也得恶心你们几下 一道魂体在张凡和李亚文的面前悬浮而立 张凡能够感受到这便是秦奔的魂体 可这魂体的模样却和秦奔的尸身大不一样 这是一个老太隆重的老人 脸上堆满了皱纹 他身着黑色兽衣 脚蹬兽鞋 头戴兽帽 正在阴森森地盯着张凡和李亚文呢 如此看来 秦奔是寿终正寝 重新复活以后 才变成了中年胖子的样子 哼 今天不仅要毁了你的尸身 也会让你魂飞魄散 李亚文胆了胆身上的污秽 朝着秦奔厉声道 呵呵呵 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秦奔显得十分的不屑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自信 你这魂体没有半分的道行 少在这儿呼我 李亚文针锋相对毫不退让 我倒是要看看 你这么一具魂体还能有什么本事 伴随一声怒哼 李亚文的身体猛地窜出 他那锅满道气的大手呈现爪形 带着雷霆万钧之势 朝着秦奔的魂体抓去 只见秦奔的魂体嘴角微微上扬 十分淡定地看着李亚文呈现爪形的手 张帆面带凝重地看着面前的一切 虽然秦奔的魂体从表面来看没有丝毫的道行 可从秦奔的表现来看 他的魂体似乎并不像表面看起来这般的简单 就在李亚文的手即将要接触到秦奔的阴魂时 秦奔的魂体瞬间在二人面前消失 李亚文一个亮枪翻身落地 惊讶地看着秦奔魂体消失的地方 这 张先生 您看出事怎么回事吗 张帆摇摇头 警惕地私下环顾了一眼 大概过了有半分多钟 秦奔的阴魂又再次凝聚在了之前阴魂消失的地方 他面带得意地看了眼张帆和李亚文 是不是很出乎意料啊 说吧 他的眼神又是遗憾 今天这笔账我记下了 以后再让你们十倍百倍地奉还 说完这话 秦奔的阴魂便再次消失在了三人的面前 你们家里今天有人在家吗 张帆望向李大山 虽然秦奔的阴魂奈何不了他们 可凭他的本事要坑害李大山的家人 绰绰有余 都没在家 去探亲了 秦奔找不到吧 找不到 张帆轻轻点头 过了一个小时 秦奔的阴魂仍旧没有出现 李亚文有些心虚地说道 张先生 这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也不知道 不过他应该是离开了 对了 跟你说一个好消息 从你面相来看 你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 在秦奔被张帆打成重伤 李亚文从楼上下来的时候 张帆便在李亚文的面相上看过一眼 那时候的李亚文的印堂位置 那浓郁的黑气早已是消失不见了 虽然中间发生了一些出乎二人意料的事 但无论是事情发生的过程里还是现在 李亚文的面相都没有再出现有生命危险的面相了 虽然秦奔的阴魂让人感觉十分诡异 但却只是一个花架子 不然的话 凭借秦奔对于二人的恨意是不可能离开的 不把两人随时挽断 那就已经是不错了 坐 带我去见你的家人 张帆望向了李大山 李大山听后一愣 而后眼神中闪出了一抹惶恐来 张先生 你见他们干什么呀 您不是说不会为难我的家人吗 您可不能 哎 见你家人不是为了要为难他们 而是给他们送几张护身符 顺便让你可以和家人们道个别 该拿的东西我都已经拿到了 不日就会离开 而秦奔的阴魂还留在此地 为了以防你的家人被秦奔的阴魂迫害 所以我打算留几张护身符给他们防身 这 张先生 臣不好意思啊 误会您了 李大山尴尬地挠挠脑袋 而后 在其带领下 张帆见到了李大山的家人 张帆交给李大山的父母妻儿一共十张护身符 这护身符足以抵挡第二镜以下的邪髓攻击 李大山跟父母妻儿们交代了一下他的罪行 然后便跟随张帆和李亚文离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